离婚23年后 和超穷和许敬函的处境 简直是云泥之别 前不久 港圈豪门世家都有了大动作 不少豪门后代都来到了北京开会 不仅有霍英东长孙霍启刚 李嘉诚的儿子李泽聚 李兆基的儿子李嘉杰 和洪申的女儿和超穷 就连郑玉彤的孙子郑志刚 也来到了北京齐聚一堂 他们各个都是以人大代表 以及政协委员的身份 光荣亮相 这无疑是给国家给予他们的认可 然而在这场宴会中 却唯独不见传业大亨许世勋的儿子 许敬亨 作为香港豪门少数几个 没去北京开会的豪门继承人 许敬亨的没落其实早就有继寻 毕竟这个许公子的前半生 都是在各色莺莺艳艳艳中度过的 当年在宇和超穷离婚后 许敬亨马不停蹄地与李嘉欣无缝连接 两人一起吃喝玩乐 没有在事业上做出半点成绩 赌王怒斥前女婿就是烂衣扶不上墙 然而还没等许敬亨回应 李嘉欣立马喊话 希望赌王长命百岁 当时赌王已经年近90岁 而李嘉欣这话 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诅咒 恢复单身后 和超穷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当中 眼看父亲被羞辱 和超穷立马设验款待前公婆 在饭桌上说了什么无从知晓 可李嘉欣之后 足足用了八年才进许家大门 凭一己之力解决了集团的困境 之后还选择和美高美集团联手 在澳门建立了美高美金店博彩公司 和超穷只用了六年 就让身价瞬间暴涨 直接超过了其父和红申 成为了新一代女首富 甚至还被外界称为赌后 可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刚刚开始 赌王去世后澳门博彩业面临大洗牌 七家公司要争夺六张赌牌 彼时外界都认为 没有赌王坐镇的何家 势必会丢掉一张赌牌 奈何和超穷私底下早就谋划好了一切 他一边选择和货家合作 一边让妹妹和超凤掌管奥博 弟弟和云龙名下则握着新豪国际 在这种理应外合的策略下 最后和超穷保住了三张赌牌 打赢了漂亮的一仗 成功掌控了澳门博彩的半壁江山 反观许靖亨如今的状态 在父亲许世勋去逝时 将家中所有产业都放进了信托基金 许靖亨夫妻俩每月只能拿到200万的生活费 家族420亿遗产也只能看着眼馋 而他也沦为了全香港豪门世家的笑柄 看到如此叱咤风云的和超穷 不知道许靖亨心里有没有后悔自己当年的花心呢 赌王和洪申离世一年后 女儿和超穷终于说出了对父亲的不满 毕竟如果当初不是赌王棒打鸳鸯 或许陈百强也不会自行两断 是好爸爸 他是好爸爸要看 用怎么样的角度去看 1991年29岁的和超穷奉父亲之命 带着实意嫁妆和许靖亨联姻 在婚礼上 身为新娘的和超穷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而陈百强尽管痛苦万分 却还是来参加了婚礼 和超穷嫁入许家的第一年 陈百强发行了专辑指引爱你 并产生了退出乐坛的想法 而在第二年 陈百强服下大量精神类药物陷入昏迷 最终导致意外去世 这一噩耗让和超穷伤心欲绝 他不顾人妻不能扶灵的说法 亲自为陈百强扶灵 面对媒体的访问 和超穷罕见松口 称自己希望和陈百强再续前缘 在百强去世三十多年后 和超穷一直珍藏着陈百强送给他的耳环 只要有重要场合 他都佩戴在身上 2008年 在他名下的天机公司的周年酒会上 和超穷穿了一件条纹洋装 而这正是20年前 他和陈百强和影师穿过的衣服 可见和超穷对陈百强的用情之深 但不管爱得多么深沉 两个人却永远天人永格了 不知道赌王在离世前的最后一刻 有没有为自己的放胆鸳鸯后悔过